今天有非常難得機會有非常多賣男人的資深收藏家 把他們的寶貝酒盤放到現場 這些都是限量還是怎樣犧牲的酒盤 我們帶大家一個一個來看 甚至是全球獨一無二酒盤選送的 今天現場很熱鬧喔 而且呢 很多行家身體不動 據說可能有一整個總的東西 那今天現場這一款也還蠻特別的 我們趕快看看行家收藏家是誰 各位知道的好朋友們 今天我要跟大家融入做介紹一位跟我同姓的廖大哥 不簡單喔 他是一個非常厲害的藏家 他專門收藏非常厲害的酒 厲害到什麼地步呢 光是眼前的這一瓶 不簡單喔 我看他胖胖的 然後麥卡倫 然後是70年代的酒款 我們就知道 這一個光是DNA 就贏所有的酒一大半了對不對 這一瓶酒是那個 英國的女皇 他登基25週年的紀念酒 是 那個英國女皇是在1952年 剛好那個 1952年也是我的那個生成 所以這瓶酒對他有特別的情感 要裝到說1.5公升的話 當時是比較罕見的 對 以前的酒都是像我現在印象中 這種比較瘦瘦那種瓶聲對不對 是 所以到這種胖胖的 有Hockey的樣子的酒款 就比較少對不對 比較少 沒錯 這個看起來就是一瓶 四面八文的一個裝瓶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跟我有一個相同的年紀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是它最吸引我的地方 如何判斷這瓶酒在你面前 它未來會是一個可以當作傳家寶的酒 當然這個酒啊 它第一要有那種比較那個稀有 那人家常講的 不以稀為貴嘛 當然稀有它已經 那個具備了第一個那個要素 再來講的就是說 你要對他有情有獨鍾 你看起來第一眼的時候 你要覺得他很合你的緣 站在一個愛好者來講 不一定是要價錢很貴 那也要看看你喜不喜歡 而且也會因人而異 還有一個秘密武器在後面 廖大哥他們今天家裡頭還帶來一支 全世界只有一支的酒 我們去看好不好 走吧 首席小老師 本來的庭生就有他的名字 的落寬 然後他旁邊那是他親筆簽名 是的 為什麼說世界獨一無二啊 因為這個是因為那個餐會裡面拿出來 只有裝了這一瓶出來拍賣就對了 真的假的 對 就是麥卡倫只有釋出這麼一支 對 你拿到了 你們家拿到了 我說不是你有錢就可以拿到 也不是你很有關係可以拿到 你還要有緣分喔 對不對 沒錯沒錯 這一支為大家介紹也算是有年紀嘛 1986 對對對 所以比我年輕嘛 但也是有點年紀了 是是是 所以可見被收久一點 那可能會有更多人需要得到的嗎 應該吧 真的是大開眼界囉